文学的细节第九期 我是徐子东 今天我们读铁宁的长篇小说 《大玉女》当中的一个细节 现在因为铁宁是作协主席 又是文联主席 大家只是把他当铁主席 可是读他的小说的人认真阅读的反而少了 冤枉铁宁 仅就创作成绩来说 跟张杰王安逸他们完全一样 是一流的女作家 小说里边的细节是讲女主角叫尹小跳 他的父母在一个农场 这个农场男女分开 男队女队 那上百队八九十队的夫妻就分开了 当然即使在那个极端的年代 即使为了劳动要分开 或者是武器的精神 但是中国就不会走到像波尔波特那样 夫妻还是夫妻 每个星期有一天可以走夫妻的事情 但地方呢 也不在男队也不在女队 是在山上的有一个小屋 于是精彩了 每到星期天 几十队的夫妻 大家都要使用这个山上的小屋 因此要排队 但是小说里写了 这个排队不是像买菜那样 他们虽是光明正大的夫妻 却不能光明正大的 这个人爱人的排起队来 使用那个小屋 所以呢 他们呢怎么办呢 他们就 这一队在这棵树下 那一队在那个石头后面 那一队又掖着后面 虽然看上去很乱 但是大家都知道 谁在前谁在后 也没人插队 也不会吵架 总之前面的是办完事了 后面就上去 小说写 那些夫妻呢 进了小屋呢 就加快动手 快点快点 因为他们知道 外面很多人在等 他们大家都有功德心 也不能让人家等太久 所以说 快点快点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田宁的女作家 真是还是纯真 图样图心棚 这种时候 也不能太快呀 你要是太快的话 你的名声就传出去了 农场里一个礼拜 从一到六 大家要聊起来 或者心里想起来 或者在别人讲起来 某人进去 不好 很严肃的事情 我们不能笑 总之 快有快的好处 慢也有慢的成绩 哎呀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这个男队女队 已经是中国传统的大突破了 中国古代对家庭秩序 不管是一夫一妻 还是一夫一妻多妾 对男女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家庭格局 是由皇家保护的 秦始皇最早的 类似于像施政报告一样 就宣布了破坏人家家庭 要受到什么惩罚 除非因为战争或者犯罪 否则的话 夫妻是应该在一起的 可是我们也读了很多很多小说 我们想想看 写信的文字 写到像山上的小屋这样 真是绝了 对信的描写和革命的描写 结合的最好的 就是山上的小屋 之后小说里 这个大玉女这个小说里 描写了十几对各种各样 不同的男女关系 或者说是性关系吧 再也没有真的在山上的小屋里面 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内容了 换句话说 后来的很多很多的 关系都是在山上的小屋之外 比方说 这个尹小跳的这个母亲 他为了得到病假可以回城 他就跟一个医生 长期保持的一个婚外的关系 后来他们生了小孩 除了意外死掉 小说里很多人都负有责任 还有尹小跳的闺蜜叫唐飞 他一会儿跟班上的 就是像小流氓头头一样的 就白鞋队长 一会儿呢 跟舞蹈演员 贪图这个颜值 有快乐 要招工了 他就直接跟招工师傅 睡觉 获得名额 他后来还专门去找副市长 为什么 就是为了女主角 能够做 出版社的领导 为了闺蜜找工作 他都可以 这些都是山上的小屋以外的事情 包括女主角 女主角有三个男的 一个是叔叔辈的一个作家 哎呀 我们可以想起某人啊 王毅也写过叔叔的故事 靠苦难 赢得女性的粉丝 当然最后是失望 还有一个非常帅 身体又好 又很开放的一个美国青年 但都没成功 最后女主角 找了一个自己隔壁的邻居 一个设计师 可是邻居的太太一出现 女主角又败了 哎呀 还是要山上的小屋啊 大家明白 这个我就是 要是我早认识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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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成春城